我们非常谢谢金翔牧师 大家好 早安 转过去跟旁边的人握个手说早安 也转去后面的人说早安 我们感谢神 回到神的殿中敬拜神会兴奋吗 兴奋 那我们12月10号就上去圣殿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有空 大家可以上去圣殿 关心一下去举所为圣殿祷告一下 因为在等两个主日我们就上去了 然后我早上有表达说 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回归去敬拜神 因为圣殿硬体是正在建造完成当中 但是人的心 我们的敬拜的生命也是要恢复 我们也是要被建造 所以你要有愿意的心 愿意摆上时间 摆上你的恩赐 还有你的才干 那么我们上去的时候 我们上面才能够来敬拜神 是不是 所以硬体有了 但是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听着懂我讲什么吗 你问旁边的人 硬体上面有了 那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是不是在你这边 心是不是在你这边 问他一下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因为我们需要人愿意奉献生命成为敬拜者 我们需要人的心 奉献自己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那我们才能够把神的圣殿 属灵粮餐建造起来 所以就非常重要 你再问他一下 你愿意把你的心献给耶稣用吗 问他一下 你愿意把你的心献给耶稣用吗 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圣殿建造 我们这次扩建圣殿 就是为了属意灵魂收割 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在 借着媒体 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如果你都还没有参与任何侍奉 我真的是呼吁你说 要回家侍奉神 神的殿建好了 但是如果没有人侍奉的话 上帝的心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我觉得神叫我们做这些事情 找神就对我们有信心 我相信神都已经预备好 所有的敬拜者了 所有的服侍者了 这样子他的家才能够 有敬拜的声音 他的家才能够建造起来 可以说阿妹吗 所以我们 我福音弟兄姊妹呢 真的是侍奉后会应 来敬拜神 来服侍神 那楼上的圣殿呢 是讲台是非常的大 我们重点就是把讲台扩大 然后我们装了这个高科技的设备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很多 懂得科技的人帮忙侍奉神 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知识 在科技方面 请你奉献你自己 不要把神给你的财干 而恩赐隐藏起来 而不侍奉神 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知识 或者有很多的知识 关于科技的话 调音啊 灯光啊 或者是任何一块 我们都非常需要你 包括有电脑 电脑 电脑这一块 所以我希望 跟旁边人讲说 奉献你自己吧 奉献你自己 奉献你自己 跟他讲奉献你自己 说阿妹 阿妹 说挥手一下 要奉献自己 再挥手一下 我看有多少人愿意挥手 奉献你自己挥手一下 其他都不愿意啊 挥手 再手举高一点 说我可以侍奉神 我可以奉献我自己 侍奉神 举高一点 肯定一点 我可以举手 我可以奉献我自己 侍奉神 说阿妹 阿妹 不只是高科技 不只是圣殿的侍奉 我们还有很多 牧养小组的侍奉 需要大家 愿意奉献自己 说阿妹 好的 那今天早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 如何战胜蜀灵战争的策略 How to overcome 如何胜过 这个蜀灵的战争 我想呢 一讲到蜀灵战争的时候呢 大家心里面都很 都会有一点点的 想很被吸引 哇 蜀灵战争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战胜魔鬼 特别是呢 最近 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国家的战争呢 很多基督徒都在谈论 那么大家都在想这个题目 到底以阿拉的战争呢 会不会就是世界末日那个 那个战争的爆发 然后呢 会不会就接下来就是 敌基督出现 然后我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 我们是不是被提 所以那在这个题目呢 是大家都在关注的 都在想的 然后你们一定都是非常的 关心说 我会不会被提 我会不会有够信心 到敌基督真的出现的时候 他如果要盖666的时候 我会不会有信心站立的稳 然后如果我被盖了 我们知道如果你被盖了 你就是没有路走 你就是只有下地狱了 那么大家都很害怕 然后呢你也会担心你的孩子 你的后代 你旁边的人 你的家人 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 如果我站得住的话 那我的家人会不会站得住呢 我的家人会不会 后来为了贪钱啊 为了生活啊 为了环境呢 所以他们就去盖这个666 大家也都会在担心 那么请问你们 会不会担心这个东西 或者在想 以阿战争是不是 会不会引发末日 的开示 然后我们是几十被提示 灾前灾中灾后 我们都在想这个题目 那么我想问一下 有担心了 有对这个敌基督出现了 有想到对末日的 有担心的 有兴趣的举手一下 你要看一下 没有想 你们其他人有想吗 有想吗 有担心末日吗 有担心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我会不会被盖印啊 我会不会主宰来的时候 会被提 有担心吗 有在想这个题目 都有在想这个题目 那今天早上呢 我从这个 这个引言切入的时候呢 因为我心里面 在想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开始明白 哇 原来呢 到底什么是属灵战争 因为过去我们讲到属灵战争 我们就讲到说 魔鬼出现 敌基督出现 或者是那一些鬼伏在神身上 或者是一些 我们一直讲的咒诅啊 咒诅啊 然后我们要切断 祖宗 传下来的咒诅 对我们来说 属灵战争 都是这一些 所以我们对这一些的 属灵战争呢 我们就有 明白 就有看见 就有负担 所以我们要想 要保护自己胜过 这些属灵的战争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 另外一个层面的 属灵战争 是天天都在 而且是最严重的 属灵战争 是我们都没有注意的 我们都没有 都在负略的 所以 那我刚才讲到说呢 那一个 那一个 就是说 世界末日 以阿战争 会不会是 以阿战争 会不会是 等于世界末日 那我会 站立的我吗 我会 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我信心够干强 我的家人 信心够干强 所以你一直担心 你的孩子 在那一个 最后那一刹那 会不会被提 会不会被盖666 因为一盖了666 就不能被提了 所以你就在担心 这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都关心 这个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 都会提醒 你的孩子 加莱迪基督出现 你千万不要盖666 你千万不要 不要做这个 免得你就下地狱 那么 在这个担心 最后那一刻 你会不会 站立的稳的时候呢 你的后代 会不会站立的稳的时候呢 我就要挑战大家 另外一个题目 请问 你有看到现在吗 你有看到现在吗 现在你有没有 在关心你自己 站立的稳吗 现在你的后代 站立的稳吗 现在这个信仰 你站立的稳吗 你的后代 站立的稳吗 因为呢 我们有一个 仇底的谎言 你只关心 最后一刻 我站立的稳吗 我最后一刻 我的孩子 我的后代 家人 站立的稳吗 他们能不能上天 你只关心 那最后一刻 但是你却没有 注意 关心 现在的状况 因为 最后那一刻 站立的稳 站立的不稳 会不会盖上666 会不会被提 还是下地 是在乎现在 我再讲一次 最后那一刹 站立的稳 还是站立的不稳 第一季度出现 你会不会被 被引诱 被试探 被强迫 盖上666 你会不会放弃信仰 会不会不能被提 那就在乎于 现在你的信仰 现在你站立的稳 所以 现在决定那一刻 但是我们很多的人 被活在一个 谎言的思想里面 你都不关心现在 你只好像关心 那以撒那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 你的孩子 有没有爱神 有没有敬拜神 有没有师父的 你都不关心 你都没有去建造他们 你只在乎 孩子最后那一刻 你不可以盖666 你现在如果没有根基 现在没有去建造 他怎么能够 现在都站不稳 怎么能够期待 他最后一刻 能够站得稳 能够不盖666 能够上天的 那个是一个谎言来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都已经是活在 这一种的思想里面 不关乎现在怎样 反正孩子有做礼拜 没做礼拜 有读圣经 没读圣经 有没有师父都不在乎 他只担心 他会不会上天堂 那一山 所以我也真的是不知道 以阿战争会不会引发 怎样引发 敌居度怎么样 这个当然 我没有去研究这个题目 但是我把我们的思想 丢出来给大家 我们一起去反省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都不关心现在 你只关心他那一山 为什么不关心现在呢 因为你活在一个谎言的思想里面 这个谎言思想已经掠掠了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到底是什么思想呢 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 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一二三 万君治耶和华 你恼恨耶路撒人和犹大的诚意 已经七十年 你不失怜悯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 万君治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人为其安 心里既其火热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人 仍失怜悯 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准神必拉在耶路撒人之上 这是万君治耶和华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 万君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人 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书呢 他的背景是呢 以色列国被掳七十年之后呢 上帝允许说 七十年我一定把你带回来 然后七十年之后 我一定会重建耶路撒人 因为在七十年的凡凉里面 被掳的七十年里面呢 他们的圣殿全部都被毁掉了 所以七十年之后 上帝说我一定把你们带回来 然后你们要去重建圣殿 那么这个撒加利亚这段时间呢 就是他们已经被掳回国了 回国的时候要有一个挑战 要去把圣殿建造起来 但是建造圣殿谈何容易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建造这个圣殿 一样一样的需要很多资源 当然他们以前不是需要钱 他们需要资源 因为以前就是用资源来建造 他们需要很多桩块 需要很多人奉献他们的金啊 银啊这些铁啊这些东西 所以呢建造圣殿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 挑战那是什么 除了资源不够 就好像我们已经筹钱筹了一百多万 感谢神 还有一百多万还在筹当中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才 谁要来建造呢 这也是一个挑战啊 资源又是一个挑战 人又是一个挑战 然后呢还有面对什么 最大的就是很多仇敌的 就是要他们死 不要他们建造圣殿 不要他们凝聚在一起 把神的心意建造下来 所以呢仇敌就是用各种的方式 打上他们 分裂他们 使他们灰心 使他们失望 所以里面起了很多的分裂啊 起了很多的争吵啊 不合不同性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得到 那种是多么多的 就是不合不同性 就是很多的吵架 很多的问题 所以最后呢圣殿本来建造起来 到一半呢就被停工了 被破停工 好像如果我没有 记住应该停了 好像整二十年 还是十六年 还是二十年 可以想象得到 是多久的时间 建了一半就停工了 后来呢 接着撒加利亚先知 还有其他先知 又回来 鼓励他们 给他们加油 最后呢 真的是把圣殿建造起来了 所以那个是建造的过程 我们是两年了 我们是一年多了 他们是很多年很多年 都停了十多二十年的时间 你可以感想象得到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神大应以色列国 耶路上人说 我对你们的心是火热的 我要重建你们的地 我要重建你们的殿 然后上帝说你们的城呢 必再丰盛起来 那么我就在默想的时候 就想到我们这一块土地 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 我们这块土地的四十年前 1985年时代 有一个大 就是四十年前 80年时代 有一个大复兴 所以我去年 去年二月的时候 我就去到巴卡拉拉 就是为了那个复兴而去的 就是期待上帝说 因为你四十年前的复兴 我相信是时候神要再一次 把复兴降临在这一块土地 说阿们 所以我期待那个复兴 我觉得不是我期待 是圣灵的期待 所以祂会把这个感动放在我里面 所以期待着四十年的复兴 巴卡拉拉那种的复兴 能够重新回到这一块土地 而且呢 除了这个复兴之外呢 这个John所讲的十一灵魂收割 这也是一个预言来的 十一灵魂收割 现在很多教会都在回复 回应这个十一灵魂收割 所以我们 我们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所以我们要建造这个 装修这个圣殿 就是为了十一灵魂的收割 所以上帝说 我要使你们再发达起来 我觉得神 神很渴望再一次复兴这块土地 神非常渴望再一次复兴 祂的教会 可以说阿们吗 四十年前如此的复兴 如今的神说 这个时候的复兴 要比以前的复兴更大 可以说阿们吗 因为这个也是哈盖先知讲的 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殿的荣耀 要大过先前 殿的荣耀 意思是我们现在所建造的 这个殿的神的殿 不是这个礼拜的 是我们这一些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敬拜的 会荣耀大过于 以前四十年前的 那一个的复兴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神的工作都是越来越复兴的 他过去四十年前的复兴 他今天要重新再做 他一定做得比以前更加的复兴 所以这个是天父的信义 所以今天早上的 我希望说呢 我们看到上帝的信义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会为上帝而活 我们的信会为上帝而跳动 说阿们 你不是为胡萨 不是为许牧 你是为上帝 这些都是神的坏 我希望你的耳朵要打开 把他听进去 然后 当萨迦利亚先知 他听到上帝讲这些美好的应许的时候呢 接下来呢 第十八节这边 立刻萨迦利亚先知就看到一个意象 他看到什么呢 这个意象呢 就是讲 他举目观看的时候 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好不好 大声来 一二三 我举目观看 见由视角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 这是打上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 他立刻就看到 前面他就看到神的应许 神的鼓励 神的话语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四个脚出现了 Holmes 然后就问上帝说 这是什么意思 神说这个就是打上什么 就是打上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 这个脚呢 就是 就是所谓 我刚才讲的就是 今天仇底的工作 今天仇底的工作就是 像萨迦利亚时代先知所看到的 他有四个脚 这个脚做什么 他就是打上上帝的工作 打上神的家 打上你的家 打上公司 他的工作就是打上 拆毁 打上 拆毁 那么 提前指名 我刚才讲说 我们一直都 都讲 都想到 属灵战争 就是以阿战争 或者是家族 咒诅 或者是被鬼扶 或者是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属灵战争 我们都一直把属灵战争宽在这个level里面 这些都是属灵战争 但是呢 真正的属灵战争是什么 四个脚 四个脚 在全世界 是代表四方八面 东西南北 全世界 意思说 仇底在全世界做的工作 就是打上 打上 因为只要他能够打上 一个团队 他只要能够打上一个小组 他只要能够打上一个家庭 他只要能够打上一个家会 所有 我们之间所做的 全部前功 进去 所以魔鬼的工作呢 他不是要用咒诅 当然他也会用咒诅 他今天都不需要用太多这种什么咒诅 战争 他都已经把我们怎么样 打上了 当一个教会 一个家庭 一个小组被打上的时候 我们什么力量都没有了 我们建造不起来了 神的应许也做不到了 上帝说我要重新建造耶路上人 我要让耶路上人发达起来 我一定重建圣殿 但是如果你发现 当神的话一出去 魔鬼就怎么样 上帝就立刻提醒 撒加利亚先知说 接下来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要建造 魔鬼要拆毁 我要建造 魔鬼要打上 这个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 普遍的 就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里面 这个就是属灵战争 所以这一个属灵战争 今天我们要醒觉 一起说醒觉 这个属灵战争是什么 是什么战争 打上 一起讲 这个属灵战争是什么 打上 它可以打上什么 打上教会 它可以打上小组 它可以打上一个团队 敬拜团队 就是真的要打上你们了 如果敬拜主不醒觉的话 魔鬼 一下子就可以把你们打上 用什么打上 用你的思想 用你们的逻辑 所以 它正在要打上 敬拜队 它正在打上 要打上 打上什么 打上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 它可以打上我们的公司 只要有一 主的人在一起 好的 它就打上 所以这一个就是 属灵战争 打上 一起讲什么 打上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敬拜主里面 实奉 如果你在一个小组里面 实奉 你要注意 你不小心 你就被魔鬼离院 打上了那个团队 整个小组就因为 就因此被打上了 那敬拜就不能建造起来了 就不能继续实奉了 我们的后台 我们的音响 我们的PM 任何一个组的人 你们都是一个团队 魔鬼的工作 属灵战的什么 打上你们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组 我们还有什么 牧区 如果今天我们 小组牧区 我们不知道魔鬼的工作 属灵战的就是打上 你就会发现 你的小组就是慢慢慢慢 把它解散掉 你也不聚集在一起 你也不去小组 你也不想去小组 这个就是今天魔鬼的工作 只要他不让你合在一起 你们就没有力量了 是不是很小的事 需要钱吗 有没有牵涉到钱 没有钱 一点都没有牵涉到钱 有没有牵涉到什么利益 都没有 很自然的 你都没有想到 这个就是战争了 打上你不是要钱 我叫你聚集在一起 也不是为了钱 有没有什么利益 都没有 就是自然的生活 但是魔鬼却知道 聚集在一起的power 魔鬼知道 the power of staying together 所以魔鬼就想尽办法 把你打散掉 你可能在敬拜准备 好好的侍奉 然后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你就离开 就被打散了 因为你的离开 整个团队可能就被打散了 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 可能我们的牧区 我们有儿童 我们有成人 我们有什么能力区 什么远世区 我们都是一组一组的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但是可能你不为生 可能你不觉得 你不知道这个树林战争 所以有时候叫你去小组 你也不要来 所以很多的人 现在已经跌入一个示威里面了 我不要去参加示风 我也不要去小组 我也不要委身任何东西 这个就是 这个思想 大家都很能接纳 是不是 我反而叫你说 来小组 你觉得我啰嗦 你觉得你牧师奇怪 你压迫我 你反而觉得 我叫你去小组 就做对的事 你觉得我错了 是不是 反而我烂你不去小组 不侍奉你觉得 这个教会才好 因为看到我们的思想 如果我多叫你几次 你是不是对我很防感 大部分都是怎样 小组长叫你多几次 你就很防感 你就不想去 你觉得你干涉我的自由 我已经很满了 我们已经把那种 仇底的 仇底的 攻击的 我们把它当作对的 然后上帝要我们 做的事情 你把它当作 错的 上帝要我们 不要停止聚会 你们觉得是错的 所以你们就 常常停止聚会 上帝叫我们 要把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侍奉神 所以我们就觉得 天天叫我侍奉 我们觉得很压迫 我们觉得不想 不愿意 所以我们以 这个就是 属灵战争了 这个是最大的战争 最大的战争 不是以阿战争 最大的战争 也不是什么 上一代的咒诅 最大的战争 也不是魔鬼 要攻击你什么东西 就是在 仇底现在的工作 就是打伤 他怎样打伤你 我们 所以你看 撒加利 神 神 神 要恢复以色列国 神要恢复建造圣典 所以就要今天 我们也处在一个状况 神要戒绝 胡萨那教会 当然还有其他教会 恢复 祂的荣耀 恢复祂的福星 神要呼唤 说 教会 恢复我的福星 恢复 四十年前的福星 我们要听得到上帝的声音 神要做的就是要建造 祂的国在这个地上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听不到的话 我们根据世界的模式生活的话 我们就是一直活在这个仇底的 这个属灵战争的策略里面 就是把我们打散掉 我们来看这个 四面八方 他叫四个角 不是就代表四面八方 这个角就代表力量 权柄和能力 到底魔鬼怎么样做工 我们来看 他说四面八方 就是全球 不只是胡萨那教会 面对这个挑战 也不是失误 而是全球的 所以你发现 你去到哪一个国家 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神说 要心觉教会 我要回来建造 我的荣耀 我要恢复我的父心 所以我们要心觉 我们要跟上帝在一起 我们要知道天父的心 我们要跟上帝一起 一起说阿妹 我们活着本来就是爱上帝 对 我本来就是为耶稣而活 怎么会到头来为世界而活 如果你真的是为耶稣而活 你应该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 他要恢复荣耀 他要恢复父心在这个家 在这块土地 他要做了十一灵魂的收割 那你就会100%的摆散了 你就不会再计较 每一个主日都是叫我侍奉 你就不会计较这一些了 因为只要你的心知道 我是跟神在一起 我是做神的做 我觉得我就不会计较 我付上多少 是不是每一个主日是我侍奉 我们来看他讲说 这个是仇体的工作 纯求仇体以什么 错误的思维来努力人们 所以魔鬼用什么方式 他用思想 所以这个就是魔鬼的最大的策略 他解决思想打上我们 就是思想跟价值观 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说如果今天魔鬼用一把枪 指救我 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 如果这个是属灵战争 我说太容易了 魔鬼一定夺不到多少人 因为你只要他枪指救你 你知道我一定要选耶稣 我就可以上天他 这一种的战争是不是战争 真正的战争是 魔鬼两个在你的思想和价值观里面 借助环境 借助旁边的人生活方式 来努力你 努力你 努力你就是slave you and slave you 我就讲一两个简证 一两个例子你就会明白 比如说 自由 现在的人都是说我要自由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是鼓吹自由 上帝也是我们要我们自由 自由 人权 privacy 我的隐私 我的权利 你们不得侵犯我 所以这些都在高举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魔鬼 借助他的思想已经 把错误的定义给你了 所以你就一直根据魔鬼的错误的定义 比如说自由 对年轻人讲说自由是什么 没有人管我 我要随心所欲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也不需要担心后果 我也不需要负责后果 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定义自由 对不对 对啊 如果我大人 我今天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 如果你上帝容许我这样 我也是要这样自由 我随心所欲 我要什么就什么 但是你不可以管我 你不要 我也不用负责任 所以很多的定义就是这个自由 这些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还是相信这种的自由 所以呢 他们就会怎么样 喝酒啊 抽烟啊 吸毒啊 玩女人啊 反正我要什么就要什么 然后父母不能管我 牧师不能讲我 这是我的自由 对他们来说自由 就这样 玩女人玩到生孩子 我不负责任 这个就是自由 你知道这种的自由多吸引人 但是它就是吃你的灵魂 但是就是年轻人就是喜欢 知道这种的自由是错的 还是喜欢 所以如果我们比如说你是敬拜团的人 你星期四晚上要来练唱 没有啊 没有空 我要去做什么 喝酒 我要去喝茶 跟我朋友喝茶 我要自由 我不能每一个星期四奉献给你们去练唱 我要自由 我要去做我要随心所欲的事情 所以呢 结果呢 最后怎么样 最后我们这些人 所谓的自由错误的定义是来自谁 魔鬼 魔鬼就是愿这样 让你成为他的奴才 所以你吸毒之后 你就成为毒品的奴才 你乱搞性观心 你就成为性观心的奴才 你乱喝酒 乱抽烟 你就成为抽烟 所有的奴才 所以最后你怎么样 你就被打散了 本来你是在敬拜团的 现在拜师不来 念歌 礼拜天也不来 四分钟 去喝酒 去赌博 你就被打散了 你本来乖好好的在一个团队里面 然后你 因为你的思想被世界所影响 你接纳魔鬼的思想 所以你就被打散了 打散了 然后你知道吗 被打散之后 最后魔鬼的工作是什么 让你抬不起头来 让你抬不起头来 所以你发现了 在错误的思想之下生活的人 最后都是抬不起他来 没有一个是可以抬头的 都是抬不起头来 你继续赌博 继续吸毒 继续乱搞性观心 继续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最后你敢抬头吗 我看你不敢抬头 你已经是奴才了 魔鬼的奴才 所以呢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 他用思想 来让你做奴才 他用思想打散你 他用思想 使你成为奴才 然后我讲另外一种的 思想的价值观 今天也就是比比皆是的 我们因为找很多的父母 很多的父母 我们的安全感是建造在孩子的成就之上 所以父母们就很 这些都是我们自然的生活了 都是自然的生活了 已经大家觉得不稀奇了 甚至以为觉得是可以对的 所以父母们就让他的孩子万子成龙万女成风 所以他只注重孩子 补习在补习 读习在读习 就是为了让他成龙成风 礼拜天要做礼拜吗 不用 没有时间 所以他的价值观就是成龙成风 而不是上帝 所以他就这样子的价值观训练他的孩子起来 请问这孩子还有信仰吗 没有了 他被打散了 他可能在主日学里面 在少年小组里面是好好的一个团队 他就因为父母的错误的价值观 把他打散掉 不愿去小组 不愿去这么多聚会 好好读书再补习 读书再补习 所以他又被打散了 是什么 价值观 补习读书是坏吗 也不坏 但是就看到你的价值观 以及是魔鬼的价值观 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这样子就造成怎么样 就造成我们的孩子 本来可以在主日学侍奉神的 可以在 Staniel又侍奉神的 又被打散了 是谁打散了 父母的价值观 听得懂吗 是父母的价值观 你要考试了 你要考第一名 你要怎样去 你不用去主日学 你不用侍奉了 所以有一次文心牧师 讲了一篇很勇敢的道 他说父母们 不要鼓励你的孩子 在考试的时候请假 现在这是很普遍的 所有的孩子 考试的时候请假 向上帝请假 向教会请假 也就是成为很自然的 不请假才奇怪 你知道这一个东西呢 你多想一想 你考试的时候 就跟上帝请假 连主日都不来 就代表说谁比较重要 考试比较重要 还是上帝比较重要 考试嘛 摆明就是考试比较重要 这个思想 也就是很生活化的 大家都觉得 应该是这样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讲 圣经不是这样子讲 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不可以停止聚会 我以前我们的时代的生命 信仰是怎么样的 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帝请假过的 还有我的同辈的 我们以前的时代 基督没有请假的 没有请假这一回事的 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观念 没有被现在的世界的观念所影响 我们没有请假的 从来没有请假的 我不敢 你叫我请假 我不敢 我怕我请假的上帝罚我 让我这次考不上 我是这样子想 我不是想说 我要请假在读书 读的考试考得好 读一点时间 我会考得好 我不是这样子想的 你叫我请假 叫我去 不去做礼拜 我是另外一个想法 我说不能 我不去做礼拜 等一下上帝罚我 罚我本来可以考得上 我考不上 我不做这样的事 我是这样子想法的 你叫我请假 我绝对不敢 特别是重要的时候 考试更重要 我更需要上帝 我哪敢请假 你知道我的思想是这样 我更需要上帝 我考试更需要你 我更要多一点去敬拜你 我不敢请假 但是现在的思想 跟我以前的思想 你们会觉得我是old school了 是old school 最后圣经也是old school 所以今天这个是最大的属灵的战争 魔鬼借着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思想 合理化了 然后打伤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很难聚集在一起 我们除了这个思想之后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想 就是觉得 我要有我的隐私 我不想跟人在一起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我们今天人事关系 也其实是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大家都被伤害过 所以我们就不想跟人有关系 只是想说我跟神就好了 我不想参加小组 我也不想参与师父 因为参与小组 参与师父 接下来就有一些人事关系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我不要 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活在这一种思想里面 我也不会怪你们 但是今天早上 我愿意愿真理来解明给你听 你这个思想就是属灵战争 因为四个脚就是打伤你们 愿这个思想打伤你 你觉得我要有隐私权 我不想跟人太多在一起 我要免掉人事关系 或者是我累 我瞒 都是 这个思想 是打伤教会的思想 他没有错 但是他是一个魔鬼的诡计 他打伤你 所以最后你发现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都是孤独一人 都是怎么样 都是你做你的 我做没有 我们的关系很表面 所以我早上有跟弟兄姊妹 第一堂讲说 我们现在都在担心 第一基督徒出现的时候 我会不会盖上666 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说 现在666早已经控制我们了 听懂我讲什么吗 666系统早就已经控制我们了 不用等那一天 现在已经控制了 解决什么 解决我们的思想 mindset 解决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不省觉过来 仇底的系统已经 现在正在发生 在现在当下 而不是加莱 那我们还是继续被他 努力下去 我们最后呢 如果现在不成功的话 怎么期待加莱成功呢 这个又是一个谎言 我们很多人讲说 哎呀 加莱有一天我的孩子 还是最后过关的 怎么过关 我们来看呢 所以仇底就分散了 怎么样 四个脚就分散了上帝的百姓 然后呢 使他们无法怎么样 第二 他讲说 无法抬起头来 就是本来 比如说 本来你是个敬拜团的人 你的身份命定就是敬拜团的人 你就是可能就是主里那一个 这个就是你的身份 就是你的命定 但是你可能因为这种错误的思想 魔鬼的 世界的思想 对别人来说不是错误的 但是 他却 解决这个思想 你觉得我不能 每一个礼拜都来主里 我不能每一个拜师都处写 我 我还要去 还要喝茶 我还有很多 东西我要做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把你的 身份跟命定抓住的 紧的话呢 你就会因为 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你就被 你就停止了 本来你是一个很好的 命定身份 就是主里的人 但是因为你这个思想啊 所以你就不愿意 你就以为说 我不能 所以你的身份和命定就被打散了 你的身份和命定就被打散了 所以弟兄姊妹呢 我们要非常注意 你的身份 命定 护照是什么 不要被任何事情打散掉 因为魔鬼就是要打散你 你要 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小组里面 放在一个对的团体里面 如果你是敬拜主 你就是放在自己放在敬拜主里面 我不被魔鬼打散我 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说 我没有空 我不能 如果你是在小组里面 你是在能力小组 你就要保护自己在能力小组里面 不要常常不去小组 还要人家一直打电话来 所以过去一只人要打电话给你 然后你拒绝人家的 今天你要知道真理讲什么 这一个就是魔鬼的工作 这个就是属灵战争 所以我 现在我们十月十号圣殿要开始了 重新建造 重新回到 我鼓励你们 St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 你觉得说 没有一个小组适合你了 今天教会也需要你说 你来跟我讲说 牧师 我去带一个小组 我去把那些被打散的 我可以影响的 我可以鼓励的人 我去带他们 这个就是神要做的工作 你们做不到了 我去做 被打散的人 我去把他聚集回来 因为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小组不适合你 但是你可以去 如果真的不适合你 你可以建造一个小组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呢 在打散这件事情上 如果你已经醒觉了 不要再让魔鬼打散你 因为 借着打散你 就会打散教会 就会打散天父的心意 借着打散你 就会打散你的命定 你的身份 最后你就是抬不起头来 后山的教会 如果你们被打散 后山的教会也是会被打散的 因为你们就是后山的教会 一起说阿美 所以明白 这个重要属灵战争 不是咒诅 不是鬼扶 不是疾病 而是打散 说 打散 这么容易的 就是生活而已 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教会 你还没有有一个小组 我今天服务你说 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 赶快加入一个小组 一起说阿美 你一定要把自己 放在一个小组里面 你不能被打散 你不可以被打散 跟旁边讲说 我不可以被打散 我不可以被打散 我不能够过一个long ranger的基督徒生活 我不能够与人无关的 基督徒不能的 这不是圣经 上帝说你要 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 你要爱人 如今阿 使徒行传第二章说 他们天天都聚在一起 天天小组 天天薄饼 但是你问旁边的人 你多少小组一次 一年都还没有 有一年都没有一次 几个月才一次 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 打散 只要能用种种的方式 把你们打散 就打散 因为打散了你们 就打散了教会 就打散了教会的呼召和命定 这样子听得明白吧 如果我们敬拜团 后台 都被打散的话 十一灵魂收割 怎么做得到 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 我们来看 了解 了解这个属灵战争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 一起来念 属灵战争 不再是人与人 关系 国家之间的冲突 不是以人为中心 而是影响文化 思想和价值观的属灵领域 所以不再是 不是鬼扶 不是一种咒诅 而是什么 文化思想 魔鬼是借着文化思想 来控制 来打散整个教会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 他们的思维 经过仇敌的过滤器 对自己和世界所信的 深信不疑 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在 我刚才讲说 我那个时代 我不敢请假 因为我怕什么 上帝罚我 因为我 我今天不守主路 对我来说 我是得罪神 我怕我一得罪神 神就罚我 然后我考试考不及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想 现在在想说 我考试了 上帝对不起 不能做礼拜 我要多读书 我才能够考得上 以前我是靠上帝 现在的靠 自己 我当然不是说 你不努力 整个思想 而且他们是 深信不疑 是不是深信不疑 所以以前 我的思想 也是深信不疑 你打死我 我都会去做礼拜的 我不敢不去 因为我怕上帝罚我 我怕得罪神 我不敢得罪神 所以以前 我的思想 是经过上帝的过滤器 让我坚固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 一不小心 是经过水的过滤器 魔鬼 经过仇底的过滤器 所以让他们深信不疑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坚信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考试一定要请假 我不要做礼拜 因为我要 花多一点时间读书 我可以考得好 所以他们这个思想 也是深信不疑 所以现在父母们 我慢慢慢慢也是这样子想法 所以 我鼓励弟兄姊妹 回到圣经 如果你不太相信 许牧师讲的 你回到圣经 你一定蒙福的 说阿妹 你一定蒙福的 说阿妹 你一定蒙福的 不要让世界的思想控制你 让圣经的思想控制你 说阿妹 回到圣经 你一定成功的 你的后代一定不讨犯的 你一定不会失落你的后代 相信圣经 说阿妹 相信圣经 说的每一句话 你一定不会吃快 我们来看 第三点 我们被打散 不是因为分裂 而是因为我们 不努力 凝聚在一起 就是我那一天听到 比尔牧师讲的这一句话 我突然间醒了过来 他说 We are scared not because of division 当然教会如果有分裂 就把人打散掉 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他说今天很多教会被打散 不是因为有分裂的事情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的争取 拼老命的凝聚在一起 We do not stay together We do not fight to stay together 这样子明白吗 我们没有拼老命的把自己聚集在一起 所以不愿打上 风一吹就走掉了 是不是 不需要我把你扯开 只要风一吹就打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后面没有一个思想 我们要stay together 我再讲一次 我们后面没有一个思想 We need to fight to stay together 我们上帝要我们 怎么样 努力的凝聚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这个思想的话 你没有知道上帝的心意 你只是听到徐牧师说 要做礼拜 要做礼拜 你不会去做礼拜的 因为你只听到做礼拜 你没有听到上帝要你凝聚在一起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这个喜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 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很重要 一二三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就更大 以前我只有看到前面 不可以停止聚会 我一直劝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但是你们还是不听我的话 那天 比尔牧师讲了 后面那 他把 后面那几个字强调起来之后 我才明白 眼睛大开 为什么 为什么说我们不要 不可以停止聚会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日子临近了 那日子啊 弟兄姊妹 你担心日子末日来到的 你担心末日到的时候 我顶不住敌基督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 现在就不可停止聚会 这是圣经讲的 你不可以停止聚会 因为怎么样 那末日随时到 你就能够有一个小组 有一个团队 你就能够站得稳 你就可以被保护到 你不会被 只要你没有被打伤 你就被保护 你就可以顶得过 那个仇敌 敌基督 或者是末日 任何的饮诱跟食堂 说阿美 我好像早上我讲说 比如说我们是小组来的 如果真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我们最后没有东西吃的 如果我只有一个基督徒 我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有东西吃 然后旁边的都是 敌基督的团队 来诱惑我说 你没有东西吃 然后你拜基督 我就给你东西吃 我一个人会站立的我吗 我不能站立的我 因为我肚子饿 我太难了 没有人鼓励我 精神上也没有鼓励我 所以我很快就倒了 但是我跟本五弟兄 阿娜是小组来的 我如果没有东西吃 我打一个电话给他 他们有东西吃 一定会给我吃 我们小组会互相照顾 会互相帮满 会互相打气 那我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敌基督掳掠 我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就失去我的信心 所以的确只会你知道 那日子要到了 所以上帝说 属灵战争的方法 怎样的战胜 属灵战争 团结在一起 Stay together 一起说Stay together 属灵战争怎样打 不需要禁止二十天三十天 你先Stay together 你就已经胜过了 你Stay together 如果我的小组没有东西吃了 我还有一生小组 我打电话给一生的小组 一生的小组也可以鼓励我 我们都彼此鼓励 但是如果你都不参加小组 你教会也没有朋友 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敌基督来的时候 请问你会怎么样 你倒下来很容易的 你不知道你要找谁 因为你没有人找 你平常不愿意跟人在一起 困难来的时候 你都没有人找 不是人不爱你 是你不愿意 所以属灵战争这么简单 打上你 怎么要战胜属灵战争 聚集在一起 就这么容易 所以现在 胡萨纳教会 也是面对属灵战争 打上 怎么战胜属灵战争 不需要祷告 回来就好了 Stay together 参加小组就好了 我们 这个就是属灵战争 所以我们来看 撒迦利亚先知 接下来 接下来 上帝就立刻又给撒迦利亚先知 看到什么 四个匠人 四个匠人 今天早上我讲完 早上我讲匠人 四个人跟我讲 牧师你讲错了 是匠人 匠人 我听到了四个人跟我讲 牧师是匠人 不是匠人 四个匠人 牧匠他讲 怎么样胜过 那个四个匠人 四个匠人出来就好了 这个四个匠人 到底是什么人 这么容易 这么厉害 匠人就是craftman 他是一个建造者 他是一个builder 他是一个creative的builder 所以 今天上帝说 我要你们成为匠人 你们都是craftman 你们要去把魔鬼打上的人 把它凝聚回来 魔鬼打上的那些敬拜团的人 那些小组的人 主日学的老师们 或者是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的人员 侍奉的人 你们都要去把他们聚集回来 你因为你们 神说我要你做匠人 craftman 那么匠人 他有什么恩高 他有building的annoying 他有那个建造的恩高 今天如果你愿意说 三弟我要愿意成为一个匠人 你就会有这个恩高去建造 你就不会有那个恩高去打上 你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这个建造的恩高 你很容易就是打上人的 因为 你不是故意去打上 你不去小组 这个小组本来只有三只猫 你这一只猫不来 现在两只 最后 被你因为你缺席就打上了 就是这么容易 听得懂吗 这样子 当你愿意援抱建造的恩高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打上 你这个小组就三个小猫 然后如果我没有来 就两只小猫 你就是想我要去多拉几只小狗来 是不是 三只小猫 我再拉三只小狗来 我去把它建造起来 你千万不要把它拉下来 所以我今天知道 很多人对聚会小组 都是这样子的 你都是打上的 你的态度精神都是打上的 人家打上 要不要小组 没有空 没有空 朋友叫我喝茶 没有空 我很累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反应 这个就是打上的反应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 这个就是树林战争 这个就是树林战争 所以很多的小组停了 为什么 因为小猫也不来 小狗也不来 最后就被打上 小组被打上 教会就被打上了 你只要say no 你就在打上了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 你只要say no 你就在打上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抓到这个重点 你就是要去建造 你去要建造 你知道我带小组 我带得多么危险吗 我跟他 风吹雨打 我都是说我有空 其实我是没有空的 我说我有空 为什么 我怕打上掉 我真的是 我希望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能被打上 说阿们 我多么忙 我还是说我有空 为什么 因为我怕被打上掉 我不要魔鬼打上我的小组 我不要魔鬼打上我的团队 所以今天早餐 弟兄姐妹 最大的属灵的战争 就是打上 借着你的思想打上你 怎么样胜过属灵战争 把它建造起来 把它凝聚起来 说阿们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小组 你要赶快去参加一个小组 如果你觉得都不适合你 你来跟我讲 跟燕燕师母讲 我们去建 你去建造一个 适合你和你朋友的小组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需要更多的小组 说阿们 如果那些组长 你已经被打上了 今天你说上帝给我力量 我要重新建造起来 可能过去小狗 小狗小猫把你打散掉了 你也是几个月才一次小组 今天你真的是要坚强 多么难都要把 神的家建造起来 所以 这样人是 建造的恩高 我需要去建造 说阿们 建造是要付代价吗 一定要付代价的 建造不是只要打一个电话 多少的人就是这样 怎么样 一句话就打散了 你知道魔鬼的工作太容易了 我们今天是要把它建造起来 凝聚起来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四个将人 神的子民 我们来看 神的子民通过什么 创意的方式来表达 神所造的他们 进入真实的自我 恢复什么 身份和命定 第二个 四个将人 你需要一个团队 才能成功 上帝差遣几个 四个 不是一个 意思是说今天 怎样胜过这个属灵的战争 第一就是我们要凝聚在一起 我们要去建造 怎样建造 创意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组长 团长 你可能很害怕说 哎呀牧师 我叫了这些小狗 小猫 叫很久了 他们都不用回应 我再去叫他们 他们会给我黑脸看 今天我示范建造的恩膏给你 你建造的恩膏是有创意的 所以你就说 上帝你给我创意 creative 所以上帝说 我知道你很困难 你觉得自己靠自己不能够 所以今天组长 团长们请注意听 你可能感觉你没有办法 你无能为力 因为你觉得说你尽力了 但是你的小猫小狗都不长脸 都是一直打散你的团队 那么今天神说 我要给你创意的方法 对着你的小组 对着你的团队 你的侍奉组长 主呢 神说我给你创意 你像神要creative craftman 就是有创意的恩膏 有建造的恩膏 也有创意的恩膏 然后还有一个呢 你一定要知道 上帝要你成功 他说你要在一个团队里面 如果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在一个团队里面 you need to stay together 所以我们 发现了很多人 他们就 成功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不成功了 为什么 他们不只是骄傲 他们被打上 骄傲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你脱离团队 你要自己 起来奋斗 而你没有想到 一个团队 所以今天早上 我要对我们的 年轻人们讲话 我觉得神要 恢复我们 有创意的方式 去建立企业 我总是感觉 魔鬼 过去魔鬼 把你们打上 但是神说 那个就是四个脚 把你们打上 但是今天神说 你们要 我要给你四个奖人 你们要重新去 把他建造起来 神会给我们年轻人 方法创业去赚钱的 做生意的 你们一定成功的 只要你们 stay together 只要你们愿意 stay together 一起去建造一个 生意 或者是工作 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可以说阿们 所以今天 很多生意失败 工作没有 为什么 你们已经被打散了 所以怎么样做生意 上帝说 我给你创意的方式 说阿们 这样人 有建造的恩高 有创意的方法 有什么 有 有那个团队的成功 说阿们 你要成为那个 匠人 一起说我要成为那个匠人 说匠人 再讲一次 我是匠人 匠人就是建造 不是要去打散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当你的组长打电话给你 来小组 你千万不要再打散他了 你要说 这样才能够建造起来 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你在建造神的家 说阿们 我讲最后一个见证 我们就结束 我们请拜团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她的站里是在星期六 礼拜天我们就 陆陆续续 家人就回去了 这件事情是我在旁边 不小心被我看到的 那么礼拜天早上 我的姐姐就要回去 她的飞机是大概要七点多 就要上飞机场 然后她就在那边谈话而已 她就说 谁可以载我去飞机场 七点多 礼拜天七点多 当然我不能载 然后我的小弟就说 我可以载你 她就这样 当然她可以 她说我七点多 我可以载你上去飞机场 也是很自然的反应 你知道 我在旁边看到一幕 我真的是有一点 我的弟媳妇 弟媳妇就在他们 眼睛瞪着她 女人做礼拜 然后我弟弟就眼睛瞪回她 我的弟弟就说 我没有讲我不去做礼拜 我今晚可以去 我做晚谈 我早上送姐姐 我晚谈去 她眼睛瞪了 然后你知道 我的弟媳妇就讲了多一句 你怎么可以为了 再人不去做礼拜 我听了我就 但后来 我姐姐也不是真的要她在 就是我们还可以安排其他方式 我看到一个原则 真理 今天有多少个人有这个原则 还持守这个真理 哇 她 够厉害 哈女那里做礼拜 今天我们 哈女那里做礼拜 冬雨那里做礼拜 可雨那里做礼拜 昨年没有 那里做礼拜 夏秋那里做礼拜 三日那里做礼拜 祝秀那里做礼拜 派梯那里做礼拜 我会惊讶我的弟媳妇的信仰 他们全家在英国 拜一到拜五努力做工 拜六礼拜 完全奉献给上帝 每一个礼拜 四分 不是像我们敬拜 还要轮流一下 然后我们觉得又很重 我在讲说 英国的生活比我们更重 但是他们就是愿意委身 因为有真理在心里 每一个礼拜四分 没有休息的 没有兑换的 没有说今天A组 明天B组 没有 只有一组 365年就一组 不是做这一组 就是做另外一组 不是主领 就是弹乐器 就是主日学 就是那个什么 童子军 每一个礼拜 没有休息的 会累吗 如果你知道你在为谁而坐 你永远不会累的 你如果知道你在为神而坐 你永远不会累的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敬拜的心 神要十一灵魂收割 神要建造后撒那家会 我们的心 要回归到这一种的敬拜 而不是谈条件的敬拜 而不是常常不能不能的敬拜 今天早上你愿意不愿意 成为那个四个强人 回来把后撒那建造起来 说阿们 把小组建造起来 把敬拜团建造起来 把主入学建造起来 把Tatika建造起来 把我们的外长建造起来 把我们的宣教建造起来 把我们的SSM建造起来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的 世公神托付给我们 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强人 说阿们 你说我就是强人 我就是强人 强人 强人 不是强人 站起来 不管是强人还是强人 我们请敬拜团 带我们唱 强人 我就是强人 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回归 弟兄姊妹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回归叫我们的心给我们耶稣 我们用第二首歌诗歌 我们的神 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万民尽满全能的神 我们尊重 在这个 Number的 crois中 我们的神 再次来宣告 成为能力 等会的意思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 再次还你神的荣耀回到祂的家中 爱前的一生 我们最聪明 世界荣耀 尊贵能力都会与你 你所谓命力就离 你随情就能生命 复活所得将能起来 Hallelujah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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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谓命力就离 神通过今天的话语 你随心 复活所得将能起来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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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谓命力就离 神通过今天的话语 命力就离 命力就离 你随情 救的生命 dudes 毁就离 热水 耶路亚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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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下 圣烟充满荣耀 万民净败全能的山 我们尊重你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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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灰的力 都归于你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下 圣烟充满荣耀 万民净败全能的山 我们尊重你 圣在荣耀 好准备你的灭 都会与你 预备好了匠人 主啊 不只是四个 可能是四百个 可能是四千个匠人 去把整个侯上的教会 还有所有的天国的事工 把它建造起来 因为我们需要建造者 我们需要创意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我们需要stay together 我们才能够成功 所以今天早上 我为着整个侯上的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的思想背后是被圣经来主导 因为神的话语要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你 神的话语要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不要停止时封 所以今天早上我说 让你的话语永远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决定都要回归神的话语 所以我祷告说 新奇匠人吧 上帝新奇匠人吧 敬拜团的匠人 儿童主入学的匠人 Daniel Youth的匠人 成人打小组的匠人 还有我们需要ASSM的匠人 我们也是要这个TATTIKA的匠人 我们需要中国宣教事工的匠人 天父王还有十亿灵魂的收割 我们说我们需要很多科技的人 愿意献身奉献自己 我们帮忙调PA灯光电脑操作 天父王你拆遣心情匠人吧 这个教会十月十二月十号就到上面去了 天父王请你召取呼召匠人来 把整个教会建造起来 我们感恩 我宣告说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匠人 我们都可以去建造 我们都可以去同心建造 奉耶稣基督命求的 Amen 我们拍张荣耀归给神 跟旁边的人握手说 我就是那个匠人 我是匠人